大家好 来继续介绍第二集托特塔罗牌 这一集要推荐的书是这一本《现代占星学》 这本非常的好入门 如果你要了解形象的话 这本是算是非常的好阅读 好 《现代占星学》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水杯牌 好 这个是水杯一 那一号牌呢 基本上就是代表海王星 水杯一 那水杯二开始呢 二 三 四 都是代表巨蟹座的牌 那水杯二 那它是巨蟹 金星 那这个是互相理解 互相了解 然后水杯三是庆祝的牌 这个是代表巨蟹水星 水杯三 水杯四是巨蟹月亮 然后水杯五开始呢 水杯四啊 水杯四开始 欸 刚刚有点乱掉 这是三 三 巨蟹水星 然后四 然后四 从四开始 二 三 四 刚刚的二 三 四到四 巨蟹月亮 好 二 三 四都是巨蟹 水杯四 水杯四 水杯三 水杯二 都是代表巨蟹 水杯二是金星 水杯三是水星 水杯四是巨蟹月亮 好 再来呢 这边呢 因为巨蟹是属于开创星座 然后五 六 七是属于固定星座 就是水向的又是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呢 水向的是天蝎 所以天蝎 火星 水杯五 天蝎 火星 然后天蝎 太阳 水杯六 然后天蝎 水星 水杯七 游望很多 都已经下雨了 然后 再来八 九 十呢 是变动星座 然后水向的变动星座 就是双鱼 因为水向有三个星座嘛 刚刚巨蟹 天蝎 再是双鱼 那巨蟹是 开创星座 双鱼是固定星座 然后双鱼呢 天蝎是固定星座 双鱼是变动星座 所以变动是八九十 然后这个是八 水杯八 是土星双鱼 然后水杯九 很幸运哦 木星双鱼 它就是一个很幸运的牌 水杯十 火星双鱼 火星双鱼呢 其实是这个火星 是有点凶了 再来水杯小孩 水中之风 水杯王子 水中之火 它是巨蟹座 水杯皇后 水中之水 这里有一个皇后的影子 在里面 拿近一点 这里有个脸 在这里 在水杯国王 水中之土 然后再来介绍 土角星 小牌的土角星 土角一 一号都是海王星的牌 然后从二号开始 二三四 二三四是属于开创星座 开创星座就是 春天是 牡羊 夏天巨蟹 秋天天秤 冬天摩羯 那这个土像呢 它有三个星座 是摩羯跟 处女 还有 金牛 那二三四是属于 开创星座又是土像的 是摩羯 好看一下 摩羯 木星 土角星二 很幸运哦 它的生日大概是 摩羯座的生日 十二月二十一号 到十二月底 然后十二月 然后一月一号 到一月十一 十二号 二十二号是 土角星三 它是摩羯火星 然后一月十一 十二号到一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是属于摩羯座太阳 它是土角星四 一个城堡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是二三四嘛 然后再来是五六七 五六七是固定星座 那固定星座的土像是金牛 然后固定星座的火 是狮子 风的话是水瓶 然后水的话是天蝎 固定星座是五六七 那这是五 那这是五 土角星五是代表金牛 水星 这四率过多 压力太大 然后这个土角星六 是金牛 月亮 这个法呢 金牛 月亮 然后土角星七 也是金牛 但是土星 非常的劳累 然后再来呢 八九十四变动星座 这土角星八 有八个 那是 处女太阳 变动星座是处女 射手双鱼 还有双子 那它呢 土的话呢 是属于处女 太阳 那土角星九 是处女 金星 然后土角星十 是处女跟水星 然后再来是 土角星王子 土中之风 土角星小孩 或土角星公主 这个是土角星王子 土中之火 他是一个讲成性的人 那土角星皇后 是土中之水 那土角星国王 是土中之土 他是一个大圆满的牌 土中之土 然后再看风向的小牌 风向一 一号都是海王星 刚刚说过了 那风向的 宝剑二 它是属于月亮天秤座 那二三四就是天秤座 开创星座的风向 那个二三四都是天秤座 这是天秤月亮二号 那宝剑三有三个宝剑 就是天秤土星 灾难很多 然后宝剑四 它是属于天秤 木星 新以来的可以休息了 然后这个是五六七 是属于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的风向星座呢 是宝瓶座 宝瓶这个五号 宝剑五是宝瓶水星 水星思虑很多 宝剑六是水瓶水星 那宝剑七是水星月亮 好水星月亮在宝瓶座的人呢 就是宝剑七号牌 然后这个再来八九十呢 是属于变动星座 变动星座又是风向的宝剑的话呢 就是双子座 双子木星宝剑八 然后双子火星宝剑九 你看这些剑都已经破烂不堪了 然后双子太阳 太阳双子宝剑十 好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宝剑公主或宝剑小孩是风中之风 他的想法非常的多 然后呢 宝剑王子是风中之火 宝剑皇后是风中之水 宝剑国王是风中之土 好所以这个是整个开创的感觉 好先已经介绍完了哦 下次再介绍塔罗帕给大家 拜拜